给老公送午餐,听见他跟同事抱怨,吃我的用我的,一分钱不赚,整天在家享福。 要不是,看在孩子还小,我早就跟他离婚了。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婚,该离了。 听到这句话,我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 怎么都无法把人人称赞好男人的老公,跟办公室里一脸不耐的他,联系在一起。 可事实证明,这就是同一个人。 我的心狠狠地揪在一起,但他还在吐槽,你都不知道,每天早上看到他穿着睡衣,顶着乱糟糟的头发,给我做早餐,我有多恶心。 说不定,刚刚那双手还给孩子换过尿布。 我也不知道,以前看着挺时髦的,怎么现在拉他成这样,多看一眼都想吐。 我的拳头越捏越紧,有那么一瞬间,想冲进去,把午餐全都甩他脸上,再揪住他的衣领,狠狠甩几个巴掌。 还没来得及把想法付诸行动,秘书抬头时看到了我,立马提高音调。 嫂子,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 葛伟明的脸色微微一僵,有些窘迫。 但很快就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模样,不耐烦地问,是啊,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我捏着保温盒,深呼吸一口气,狠狠扔在他面前,转身离开。 身后响起秘书的声音,葛总,你赶紧去轰轰吧,嫂子好像真生气了。 离开公司的时候,葛伟明的声音还想在耳畔,生气就生气,不用管他,一会儿自己就好了。 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离了我,他只能出去讨饭。 我和葛伟明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两人年龄相仿,都是进入职场没两年的人。 对生活对工作,充满了憧憬。 我崇拜他侃侃而谈,他欣赏我优雅干练,且有自己的目标。 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接下来双方父母见面,谈婚论嫁。 一起装修婚房,一点点布置我们的小家。 但一切都从生完孩子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完孩子后,敷衍着伺候完月子的婆婆,就撒手不管。 声称自己身体不好,随时有可能因为劳累而瘫痪。 权衡利弊后,葛伟明搂着我的妖许愿,老婆,要不你辞职在家带孩子吧。 工作那么累,女儿还小,请个保姆价格贵不说,你也不放心是不是。 我努力工作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和照顾我们的女儿,怎么样? 那时候的我大概脑子里浸了太多水,答应了她的提议,产假结束没几天,就去公司递了辞职报告。 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我失去了自己,全部身心都围着孩子老公转。 被孩子的哭闹弄到歇斯底里,也因孩子的笑,忘掉了所有的痛苦和烦躁。 我以为自己是幸福且成功的,但现在看来,全是一场笑话。 我成了她口中多看一眼就想吐,离开她只能去讨饭的蠢妇。 回到家,屋子里乱成一团,一岁半的女儿坐在地板上哭。 婆婆随意丢弃的袜子和孩子的奶瓶滚在一起,玩具丢得到处都是。 见我回来,婆婆立马开始控诉,你女儿一点也不乖,爱哭。 还是男孩好,皮是听话,趁他小你赶紧再生个,两个孩子一起拉扯大,后面就省心了。 我冷笑,早至现在,别说生孩子,我连婚都不想结。 婆婆还在叨叨,你赶紧哄哄,然后带她去打疫苗。 真是吵死了,年纪大的人听不得一点吵,脑壳都要炸了。 婆婆说完,往沙发上一躺。 我冷着脸没有说话,而是去检查女儿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看样子,我走后的一个多小时,让她冲的奶粉没有冲。 女儿平时很乖,大概是因为女儿喝了一肚子水,导致尿不湿因为尿太多骨成球,坠得孩子不舒服才哭的。 换完尿不湿,小丫头抱着我的脖子还在抽气,小小的身板一抖一抖的。 我内心所有的愤怒,终究还是因为女儿而无法发作。 只是把碰到袜子的奶瓶扔进垃圾桶,在婆婆又一次指责下,换了新奶瓶为了点,抱着女儿出门。 离婚后,我无所谓是睡大街还是讨饭,唯一担心的是女儿该怎么办。 她还小,连哪里不舒服都没办法讲清楚。 排队打完疫苗,已经是下午了。 其间,我想过无数次可能。 比如等葛伟明回来,我像小说里的女主角那样,霸气地把离婚协议甩到她脸上。 可之后呢,争夺到女儿的抚养权,没有收入的我,该怎么带着她生活。 况且这样做,对男人几乎没有任何损失。 他们会很快组建新的家庭,继续其乐融融。 我必须做最好最完美的打算。 如往常那样,葛伟明下班后,拉着一张帘躺在沙发上,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模样。 婆婆笑盈盈开口,儿子,今天累坏了吧。 不像有些人,就在家带个孩子享清福,屋子里还弄得跟猪窝一样。 你看,人家今天连饭都没有做。 我放下手机回了剧,我点了外卖,快到了。 葛伟明看向我,皱着眉头,外卖不好。 这样,晚上带你们出去吃。 我拒绝,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葛伟明瞬间爆发,扯着嗓子问了句,我说刘晓慧,你有完没完。 不就是跟同事说了两句,我有说错吗? 你就在家带个孩子,照顾好咱妈,什么心不用你操,也不缺你吃喝,还不知足。 真把自己当小姑娘,矫情起来了。 一句话,让我的心寒到了极点。 怀里的女儿也被她吓得呜呜哭泣。 我想跟她一样咆哮,我也想跟她大吵一架。 可女儿是无辜的,她一双含泪的眼睛无措地看着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笑的是,在旁边沙发坐着的婆婆,一副看热闹的嘴脸。 这个家,呆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一边拍拍女儿,一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问, 葛伟明,我说什么了让你这样大呼小叫? 只是不出去吃个饭,我有错吗? 似乎是意识到我的话没错,她一把拿过沙发上的外套, 冲婆婆开口,不去就不去。 妈,咱们走。 母子两人出了门,婆婆还在抱怨,打出来的婆娘揉出来的面, 可不能太惯着。 你看看她,都成什么样了? 我知道现在硬杠还不是时候。 面对婆婆的话,我只能默默记在心里, 洋装没有听见。 等母子俩离开后,我开始查附近的托儿所。 好在住大城市,托儿所这种机构并不算少, 我很快就确定了三家,打电话预约, 明天带女儿过去看看。 葛伟明回来的时候,一身酒气, 婆婆把两人吃剩下的打包回来放在餐桌上, 又开始数落。 瞧瞧伟明对你多好,出去吃饭还不忘给你打包回来。 你就安心在这个家把孩子带好, 早点给我们葛家生个大胖儿子, 可比什么都强。 看着她趾高气扬的模样, 估计是真把自己当太后了。 我没搭理她, 而是去哄女儿睡觉。 因为喝了酒, 葛伟明上了床, 倒头就睡, 可我却怎么都睡不着。 查看工作, 编辑简历, 把所有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 做完一切, 已经凌晨一点了。 婆婆喜欢去外面吃早餐, 跳广场舞, 跟大爷大妈打麻将。 次日她前脚出去, 后脚我带着女儿也出去了。 简单地吃了顿早餐, 便去看托儿所。 再三考量, 终于选定了一家性价比最高的。 只是托儿所的费用并不便宜, 我找的这家只是普通的一家, 每月的费用也在四千以上了。 好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葛伟明每个月都给我一定的生活费, 但我还是抠抠搜搜, 偷偷攒了上万块。 交完托费, 当天就把孩子送进去了。 临走的时候, 女儿哭得很大声, 但我知道这个时候不放手, 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有专业的老师, 一定能安抚好她。 女儿的事情处理完, 面试电话也陆陆续续打过来。 只可惜一连面了好几家, 有两个直接以我在职场断层 一年多为借口婉拒。 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 辞职做全职主妇, 到底是多么错误的决定。 剩下的公司, 我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 等面完所有公司, 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约莫时间差不多, 我去了女儿所在的托班看她。 小家伙不哭了, 在老师的精心照料下玩玩具, 做游戏, 笑容很灿烂。 温馨的一幕, 让我彻底安心。 接回女儿, 顺带买了菜。 大概是今天心情好, 连做饭这种事, 都觉得充满了希望。 只是饭桌上, 还没吃两口, 面试电话又来了。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我立马起身走进卧室, 关上门接电话。 约好面试时间, 回头却看到葛伟明站在门口, 冷眼看着我。 还没说话, 她已经冷声质问, 面试, 你出去找工作了?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 面不改色地回应, 是。 甚至还没来得及多说一个字, 她讥讽地笑起来。 刘晓慧, 不是我打击你, 就你这形象, 谁要你啊? 还有, 你都一年多时间不工作了, 哪个公司会放着年轻漂亮, 刚毕业薪酬又低的小姑娘, 要你这个黄脸婆? 我攥着拳头, 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不适时怎么知道? 况且, 我已经约了好几家面试。 婆婆也听到了, 跟着在外面吆喝, 你去上班了, 孩子怎么弄? 我岁数大了, 管不了。 我看伟明说得就对, 好好在家带孩子, 比什么都重要, 别整天瞎折腾。 我早就猜到他们会这样, 可在面对的时候还是承受不住。 我也笑了, 从卧室走出去, 猛地冷起脸, 一把掀翻了桌子。 伴随着噼里啪啦一阵响, 我也开始质问, 葛伟明, 是谁他妈说我一分钱不赚, 只知道在家享福的? 我现在要出去工作, 你又开始打击,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这次女儿被我吓得嚎啕大哭, 尽管心疼得要死, 也只能无动于衷。 我知道, 我必须忍, 必须这么做, 才能让他们知道我心意已决。 葛伟明似乎没想到, 一向温顺的像只猫一样的我, 居然还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婆婆跟着数落我, 假惺惺抱着女儿安慰, 好好吃个饭, 你看你都干了什么, 远远都被你吓哭了, 还有没有个当妈的样。 我没搭理她, 继续开口, 只不过这次语气平缓了很多。 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 帮我必须上。 至于孩子的问题, 你们都不用管, 求人也好, 带着上班也罢, 我会安排好。 况且, 你一个人赚钱养家太累, 孩子要步了多久就能上幼儿园, 我早点出来赚钱, 补贴家用, 难道不好吗?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这种伎俩我也会。 果然, 葛伟明的脸色好了不少。 他点点头, 行, 你想咋样就咋样, 按你想得来, 多大点是吗? 其实, 当初之所以敢辞职, 是因为葛伟明升职加薪, 甚至前不久, 还坐到了副总的位置。 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但在大城市, 养活一家老小, 谈不上多富足, 也绝对不到 可以大手大脚花钱的程度。 回想当初我在职场, 其实一样混得如鱼得水。 我学的是商务英语, 毕业就在一家外企做家具销售。 公司不大, 虽然我做得好, 薪酬不低, 可晋升空间有限, 这也是我想辞职的原因之一。 现在, 是时候重新把这碗饭端起来了。 有了葛伟明点头, 我开始光明正大的准备面试工作。 孩子交给他们母子俩, 而我则在书房闷起头学习。 中途出去倒水, 听到母子俩又在房间嘀咕。 婆婆问, 你还真就让她出去上班啊? 孩子还这么小。 再说了, 跟我相好的几个姐妹, 人家都有大胖孙子抱, 就我没有, 每次打电话过来问, 我老脸真是一点都挂不住。 依我看你, 就该趁着孩子小, 她也年轻, 再生个大胖小子。 葛伟明笑得轻松, 妈, 你就甭管她了, 让她折腾去。 现在年轻小姑娘都不好找工作, 何况她? 你看好了, 折腾不了两天, 她还是得赶回家带孩子。 我垂着眸, 不动声色地倒碗水回到书房。 他们说错了, 我根本不是在折腾。 想到明天还有一份 我最心仪的工作要面试, 我很快又进入了备战当中。 那家公司虽然同样是家具销售, 可公司规模大, 晋升空间大, 面试的人也多。 我可以以新人的待遇入职, 但面试时想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有自己的出众之处。 在掌握了这家公司情况后, 我又联系了之前上班时 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浅谈了一下当前市场。 做完一切准备再休息, 又到了凌晨一点多。 这次, 我志在必得。 如果前几次面试是热身工作, 那么今天的面试, 就算热身成功。 昨天的我在店里面试时, 还会紧张冒汗, 甚至用英语对答时, 都不怎么流利。 可接连面试几次后, 我已经找回了昔日的自信, 不管面对的是一个还是几个面试官, 都能够侃侃而谈。 尤其是这家心仪的公司面试中, 我对答如流, 引得面试官频频汗手。 对方在看了我的薪资要求之后, 略显惊讶, 用英语询问我, 以你的资历可以要更高的薪酬, 为什么选择跟职场新人一样的底薪。 我把自己的情况如实说出来, 最后告诉他们, 底薪并不是我追求的, 我追求的是薪水的上限。 我相信, 只要我有足够的能力, 且给公司证明了我的确有能力后, 公司会给予我绝对公平、 优渥的待遇。 用我们中国的话, 通俗来解释, 薄勒需要千里马, 甘里马同样需要能会眼识猪的薄勒。 我需要这个让我发光的机会。 回答完毕, 几个面试官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 我知道, 我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不仅仅是脱离那个让我发疯的婚姻的第一步, 还有我的人生。 今天晚上回家, 看到我表现很平静的葛伟明, 心情大好, 调侃了一句, 怎么样? 是不是被人家刷下来了? 我都说过, 现在职场可不比你当初面对的职场, 经济形势不好, 各个公司裁员都来不及, 我正想反驳, 手机震动起来了。 看了下来电显示, 心差点跳出嗓子眼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 示意她不要出声, 然后接通了电话。 接通后, 那头传来了甜美且纯正的英语, 刘女士是吧, 恭喜您面试成功, 如果可以的话, 明天能来公司报到吗? 当然可以。 挂断电话, 再看看葛伟明的脸色, 像吃了只苍蝇似的。 我看向她, 挑挑眉, 面试成功了, 明天就可以入职。 她终于想起女儿, 那圆圆, 圆圆送到托班去了, 我去看过, 她已经完全适应那里的环境了。 她尴尬地挠挠头皮, 那就好。 或许是运气好, 无论是面试还是入职, 都很顺利。 当然, 除了第一天, 对工作环境有些陌生, 耳畔是同事, 跟顾客侃侃而谈的熟悉语调, 我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随时准备迎接前来选购的外籍顾客。 即便我精心化了妆, 跟身边的小姑娘相比较, 面容略显苍老憔悴的我, 还是有点格格不入。 这让我更加下定决心, 好好管理自己的身材以及容貌。 很快, 一对中年夫妇四下打量一番, 将目光锁定了我。 有效沟通后, 夫妇俩当即拿下了我入职后的第一单。 顾客离开前, 特意说了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你是我应该相信的。 对了, 是眼睛, 你的眼睛有清澈的真诚。 我连连道谢, 只有我知道, 眼里的清澈, 是我对未来的希望, 是我人生的光。 接连上了几天班, 我都在下班时间接圆圆回家。 此前, 葛伟明从来都没有问过孩子脱费的问题。 这天下午下班, 他魄力问了一句, 前几天一直忙, 没来得及问圆圆的事。 孩子送去脱班, 一个月得多少钱?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天, 便如实回答, 全托总共是四千二百块, 我抱的是全托, 回来刚好能接孩子。 葛伟明撕了一声, 四千二百块。 这么贵? 你工资多少? 我底薪三千八百, 如果加上提成话, 还没说完, 婆婆已经拔高了音量, 什么? 四千二百块。 不是我说, 不赚钱的人, 天天想着怎么花钱, 也不知道四千二百块多难挣。 就我打听来的, 外面上个班, 一个月也才三千多吧。 辞职, 赶紧辞职, 实在不行, 你把这钱给我。 我来带, 我笑了笑, 妈, 当初让你帮忙带孩子, 是你说腰酸背疼, 要累成瘫痪。 现在我钱都交了, 说这话迟了吧。 一句话, 让婆婆哑口无言, 反倒是葛伟明, 接下了刚刚的话题。 或许是看我态度坚决, 没再提让我辞职的事, 拿出手机, 给我转了四千块。 钱你是问娘家拿的吗? 咱们的钱你也知道, 大额都存了定期, 我手头就这一点, 你拿去先给还了。 等下个月发工资, 我再给你转。 我直接点接受, 这些钱是她该出的, 不拿白不拿。 因为早出晚归, 回来也多是继续给自己充电, 模拟各种工作场所会遇到的场景, 练习口语交际以及表达, 努力做到用顾客的思维, 去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 所以没有太多时间跟婆婆纠缠。 虽然忙碌, 但比起之前的鸡毛满天飞, 现在充实极了。 很多时候, 婆婆都会抱怨, 说在家整理家务太累, 我只当听而不见。 孩子她也就看两三个小时, 有我在身边, 她也不会对孩子做太过分的事。 至于葛伟明, 虽然开始会叨叨, 但后来归于沉默。 我也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从前葛伟明一样会加班, 但多数加班回来都是打游戏。 如今加班回来, 只会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聊手机。 凭借女人的第六感, 我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可无论发生了什么, 都不会动摇我向前走的脚步和决心。 我只会努力加快自己的步伐, 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我的目的地。 就这样, 短短时间内, 我又拿下了几单, 被公司的其他同事称为拼命三娘。 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 底薪加上提成, 居然破万了。 看到工资条, 我激动地躲在卫生间, 久久不能平复自己。 甚至主管也特意找我谈话, 表示他很看好我, 希望我好好努力。 回到家后, 我并没有把这个喜悦分享出去。 婆婆看电视, 看的是女儿不感兴趣的内容, 所以她在一旁玩玩具。 老公依旧躺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手机不停点。 我站在那里凝视了几秒, 突然发现这个男人也不过如此。 中年发福, 尤其是往沙发上一窝, 啤酒度高高耸起。 头发不如之前的浓密, 变得稀疏起来, 皮肤粗糙, 脸上泛着油光, 笑的时候格外油腻。 我突然想到了她说过我的话, 光是看到就觉得恶心。 原来两个曾经那么相爱的人, 不爱了, 并非因为有第三者。 也有可能是不能同贫, 从最初的崇拜演变为憎恶。 等到这个时候, 什么第三者不第三者, 反而会变成我的垫脚石。 只是我没想到, 另一个机会要先一步到来。 这天主管找到我, 语重心长地说了半个多小时。 说完不忘了满脸愧疚, 现在的小姑娘多数是娇生惯养的, 再加上经验不足, 上面又要外派一个人去欧洲谈订单。 你也看到了, 他们虽然个个都出色, 但没有一个有出国谈订单的经历。 这批新人只有你有过, 所以我这边想问问你能不能去。 当然我也知道, 你孩子小, 可这是一次机会, 上面决定了, 如果任务完成, 升职加薪不是问题。 我比谁都清楚这次谈话的意义, 当即表示完全没问题。 主管也很惊讶, 真的吗? 这次出发要半个月左右, 你要考虑清楚。 我点点头,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实不相瞒, 我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 当天下午回家, 我解释了这次机会的重要性, 婆婆一听能升职加薪, 当即表示孩子她能搞定。 这和之前的态度,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于葛伟明, 多一个人赚钱养家糊口, 况且也没有给他造成什么烦恼, 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收拾好行李, 我很快就出发了, 预计半个月的行程。 我提前了三天, 甚至比公司原计划完成的目标 超额许多。 提前一天, 回国去公司报道, 安排好后续事宜, 主管让我回家先好好休息导时差。 我并没有回去休息, 而是去了葛伟明的公司。 眼睁睁地看着她下班等在楼下, 不一会儿, 一个年轻女人钻进车里, 两个人驱车直打酒店。 我有点恶心, 只是拍了两个人的亲密照当作证据, 转而去做了 SPO缓解疲劳, 去了趟美容院, 还给自己办了张健身卡。 做完这一切回到家, 房门打开的一瞬间, 原本正说着什么的母子俩立马闭上嘴巴。 葛伟明吓得站起来, 意识到有点不对才又坐下。 看到我, 搓着手笑笑, 不是说还有两天吗? 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放下行李箱, 抱着女儿亲了又亲, 解释道, 任务提前完成, 就先回来了。 对了, 饭我吃过了。 接着又进了房间, 继续跟之前联系的律师咨询离婚相关问题。 这天夜里, 葛伟明的态度极其卑微, 一脸讨好的看着我笑, 老婆,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我是多一眼都不想看到她, 拿着一打资料敷衍, 什么事你快说, 说完我好, 继续学习东西了。 她继续陪校, 我知道我老婆现在能干, 我那个工作干了这么多年, 还没什么起色, 也就一个小小的副总, 职位上去了, 工资不见长, 我想辞职。 文言, 我盯着她看, 辞职。 下家找好了, 还是有人挖你。 她如实回答, 都没有, 不过你放心, 以你老公我的能力, 再换一家也是领导级别的。 我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一想到她很快就是前夫, 便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点点头, 你自己想清楚那就好, 几十岁的人了, 用不着我给你做决定。 实在是拿不准, 问问你妈的意见吧。 我在心里冷笑, 反正你也是妈宝男, 以后后悔, 要怨就怨你妈吧。 葛伟明一听, 立马上道, 好嘞, 我老婆最好了。 我抱起资料站起来, 再次去了书房。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葛伟明第二天就窝在家里了, 并没有像他口中说的那样, 出去找工作面试之类的, 反而在家里打游戏聊微信。 一开始看到我回来, 还会挪一下屁股, 到最后连屁股都不挪, 顶着游道贴头皮的头发, 一副混吃等死的嘴脸。 只有婆婆看到我回来, 假惺惺地笑着提醒一句,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伟明的工作不好找, 你们也别太着急。 对了伟明, 你不是说了吗? 昨天那家请你过去, 你嫌工资低, 咱就再等两天。 我知道, 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但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上班半年多, 升职加薪, 脚跟站稳, 证据也掌握齐全。 这下, 轮到我出招了。 只是我没想到, 没等我出手, 有人已经按捺不住了。 上班的时候, 手机震动了一下, 弹出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点开来看, 是一张B抄单, 除此之外, 还发了一条消息。 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老公格伟明的。 他善良又老实, 念着你们有几年夫妻情分, 一直拖着没告诉你, 如果你不想闹得太难看, 就跟他离婚, 我并没有回复, 而是默默把手机又揣回兜里。 从这条消息里不难看出, 小三应该是逼过格伟明离婚的。 但他把责任推到了我头上, 以至于小三气不过, 直接找上了我。 有了这个缺口, 我知道剩下的牌该怎么打得更好了。 回到家, 我直接把短信呈给格伟明看, 然后劈头盖脸一顿骂。 格伟明, 我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样的畜生, 你对得起我, 对得起孩子, 对得起这个家吗? 看到消息的他, 当场发誓, 老婆, 我承认都是我一时糊涂犯了错, 我保证会处理好这件事,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冷笑了一下, 给你一点时间处理。 怎么处理? 人家都怀了你的孩子, 难道你让人家小姑娘 把肚子里的孩子格伟明, 我们离婚吧? 格伟明瞬间暴怒, 离婚。 我告诉你, 想都不要想。 我知道了, 你现在看我落魄, 早就想离婚了, 对吧? 我狠狠一巴掌扇过去, 你能不能有点良心? 到底是你犯错在先, 还是我? 是你出轨, 是你对不起我, 人家小姑娘都找到我这里来了, 你还要我怎样? 好了, 不要再烦我了, 工作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 我不想再为这些事苦恼。 婆婆在身后追着喊, 伟明就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除开这点, 有哪里对不起你? 生了孩子就养活你, 现在你上班也没阻止, 还好吃好喝伺候。 我对回去, 找个免费保姆叫养活, 如果不是我现在工作有能力养家, 你们会是这个态度。 说白了, 婆家人态度的转变, 全是由女人的家庭地位决定的。 我摔了门, 直接进书房, 锁上门的一刹那, 看着刚刚录的音, 我忍不住笑了。 这个开场真的好好, 我的好日子指日可待。 第二天午休时间, 我约了小三见面。 对方除了年轻,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等她冲我叫嚣, 我反手把昨天 我跟葛伟明的录音播放出来。 听完的她, 瞬间愣住。 我开始给她洗脑, 姐妹, 你也听到了, 是她不想离婚, 而不是我。 如果你跟她是真爱, 我不介意退出, 你想从我这里下手, 明显行不通。 但我可以帮你出点主意。 小三惊呆了, 好一会儿才问,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我反问她, 如果是你, 面对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你又会怎么做? 没有爱情的婚姻, 犹如行尸走肉。 听到爱这个字, 小三的眼神 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行,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我并没有直接点名 告诉她该怎么做, 而是告诉她 婆婆如何重男轻女, 不喜欢我生的女儿。 再告诉她 葛伟明及其好面子, 如果事情不闹大, 她会一直拖下去, 而她肚子里的孩子 不能再拖了。 说完这些, 我淡淡开口, 其实我也不算知什么招, 只是把家里的情况 全都告诉给你。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会想得到。 离开的时候, 小三喊住了我, 你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问, 怎么不一样? 小三犹豫了一下开口, 葛伟明说, 你在家什么都不做, 又懒又邋遢, 可我看你我笑笑, 人都会变的, 兴许她之前说的一点都没错。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去上班了。 下班后, 葛伟明果然不在。 饭桌上婆婆 开始语重心肠地劝阻, 你看你们一路夫妻 走到现在也不容易, 好不容易日子好过点, 离什么婚。 不是我说, 女人离过婚, 就不值钱了。 我扑吃笑出声,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跟我讲这一套。 不想离婚也行,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我不离婚, 那个孩子就必须处理掉。 至于我这里, 孩子我只要圆圆一个, 你想抱孙子不可能。 婆婆张张嘴, 再没有说其他话了, 而是吃完饭, 匆匆进房间打电话。 单从电话里的 支言片语 就能听出来, 婆婆为了他所谓的金孙, 不停在劝葛伟明 跟我离婚。 万事俱备, 只牵着最后一股东风。 兴许是这一招管用, 葛伟明回来后, 就同意了跟我离婚的要求。 最后按照协议, 房子他得留着, 女儿归我, 但房子要折现分我一半。 另外, 家里的资产 也要分我一半。 除此之外, 每个月支付三千块钱的抚养费, 直到女儿年满十八岁为止。 我算了一下, 这里的房价不低, 房子折现再加上资产, 我再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够首付, 供我和女儿住已经足够。 因为忙碌工作的问题, 再加上葛伟明被催着找工作, 还要解决小三的问题。 一个月离婚冷静期, 他没有再来找我, 而我也并没有太难熬。 签字的时候, 葛伟明突然说, 你最好别后悔。 我笑笑, 放心, 这辈子我都不会后悔。 直到他把名字签上, 办理完离婚手续, 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走出民政局的时候, 我突然心生起恶趣味, 回头喊了他一句。 嗨, 葛伟明。 他回头看我, 怎么? 我大声喊, 你窝在沙发上拉里拉他, 像废物似的打游戏的模样, 多看一眼都让人想吐。 这句话, 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他还想回击, 我已经上车, 一溜烟离开了。 真好, 没有这些碍眼的人, 连空气都是清新的。 我买新房子的那天, 听说小三搬进了家里, 婆婆比之前好很多, 小心翼翼地伺候儿媳妇 和他未出世的金孙。 得知何伟明是无业游民, 大吵大闹了一通, 至于有没有发消息给我,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把他们都拉黑了。 听说, 葛伟明因为工作上犯了重大错误, 那次不是辞职, 而是被开除。 甚至比他跟我说的时间, 还要早几天就当了无业游民。 至于重新找工作, 高不成低不就, 拖拖拉拉了大半年, 也没人请他过去了。 至于小三, 眼看生活无望, 又没有领证, 生下孩子没多久, 卷了笔钱就跑了。 前婆婆如愿有了小金孙, 只可惜, 因为准儿媳妇卷钱跑了, 气到中风瘫痪。 这让原本就乱成一团的家, 乱得更不成样子了。 葛伟明要照顾中风瘫痪的老妈, 又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 越来越穷困潦倒。 但这些, 全都与我无关了。 未来的日子里, 我将带着女儿迎着阳光, 继续走属于我们的路。 写完上文, 我合上电脑, 透过咖啡厅的玻璃, 看向窗外。 一个拉里邋遢, 满脸胡茶的男人, 牵着一个两岁小男孩, 身后背着个蛇皮带, 步履蹒跚。 这不就是葛伟明? 我给好友发了条消息。 小慧, 我看到葛伟明了。 接着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 刘晓慧回复了一句, 看吧, 还真挺恶心, 以后看到他可别再给我发了。 我怕饭都吃不下。 你呢? 感觉怎么样? 刘晓慧, 前途一片光明, 我想, 这才是我追求的生活。 我又八卦了一句, 听说你谈男朋友了。 什么时候结婚? 刘晓慧, 结婚? 可别, 谈谈就行了, 反正女儿已经有了, 剩下的时间, 该好好生活。 全文完, 上司是我隐婚老公, 总想官宣, 我不同意, 只能按戳戳秀恩爱。 这天, 公司成会, 他发言完之后单手插兜。 随后, 一本红本子落地, 他姿势帅且优雅地捡起来。 抱歉, 手滑, 结婚证不小心掉了, 台下炸了, 荣荣官宣,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官宣啊? 齐晨扒在我身上, 第一万次跟我抗议他要公开我们的婚姻关系。 没错, 我, 貌美如花的二十四岁少女, 却已经结婚了。 我嫁的人是我的公司老板, 人帅多金, 家族企业, 酷炫狂霸。 总之是个配置, 很小说, 男主的男人, 我因为采了狗屎蕴跟他结婚, 哪里还敢高调地到处去炫耀啊? 我拼了老命, 把他从我身上推开, 第一万次坚定地拒绝, 不, 除非明天世界毁灭, 那也让我们的秘密跟着地球一起埋葬吧。 齐晨从我的身上爬起来, 眼神忧怨地看着我。 老婆, 我到底哪里拿不出手了? 你告诉我, 我立马改。 我头疼地撑住额头, 摆了白手, 有气无力道, 你就是太好了, 我才不敢跟你公开。 齐晨一下子进了声, 思考了一会儿, 有些为难地说, 那我要不, 去毁个容。 或者我直接卸任总裁算了。 我? 你疯了? 我猛地抬起头, 像看疯子一样看着齐晨。 齐晨长长地叹了口气, 满脸悲伤地扑到了床上。 不能跟老婆光明正大的秀恩爱,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好笑地坐到他旁边, 轻轻拍了拍他的头。 乖, 再忍忍, 至少我们是法律上的合法夫妻, 在家里你还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齐晨猛地抬起头, 眼神灼热地望着我。 我直觉不对, 想要后退已经来不及了。 齐晨一把拉住我, 一下将我拉到了床上。 我惊呼了一声, 还没来得及反抗, 已经被压到齐晨身下, 很快就失去了自主行动的能力。 第二天晨会, 我揉着腰在座位上呲牙咧嘴。 齐晨今天亲自来给我们开会, 这会儿正意气风发地在台上高谈阔论。 我现在看到他这张脸, 就想把他拽下来狠狠打一顿。 但偏偏他一脸严肃, 十分正经地在台上给我们开会, 又让我实在是没法把他跟昨晚那个撒娇的人联系起来。 等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 齐晨总结发言完, 一手插进兜里准备下场。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走了没几步一抽手, 口袋里一个红红的东西不小心就掉了出来。 我愣了一下, 一瞬间就反应过来那是我们俩的结婚证。 我错愕地看向他。 齐晨一脸淡定, 他低头看了一眼结婚证, 接着姿势帅气且优雅地剪了起来。 抱歉, 手滑, 结婚证小心掉了。 我, 手滑你个大头鬼。 台下骤然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那个红色小本。 齐晨镇定自若, 慢悠悠地把结婚证收了起来。 半想, 台下炸了。 齐晨淡定退场。 我坐在椅子上, 默默地把扶着腰的手扶到头上, 开始考虑现在离婚来不来得及了。 总裁一走, 会议室里一片哀嚎。 我的老公啊, 身边女同事是齐晨的死忠粉, 趴在桌子上痛心疾首, 他怎么不声不响就娶了小妖精。 嗯, 我没计较他喊老公, 他倒先说我是小妖精, 也不知道总裁夫人是谁, 王氏千金。 不像不像, 我看李家千金和咱们总裁倒是走得挺近的。 其他同事好奇地猜测着, 互相分享小道消息, 但没有人知道总裁突然娶了谁。 我无声地勾勾唇, 也没说话。 总裁夫人就在你们面前坐着呢, 看你们能猜出来不? 很快消息就传出去了。 我所在的公关部本就是妖精云集的地方, 一听总裁竟然娶妻了, 办公间里顿时哀嚎震震。 那些做着总裁夫人梦的小妖精们 咬牙切齿地说要扒出总裁夫人的底细。 我顿时就为我决定隐婚的仙剑之名欣慰不已。 瞧瞧这些张牙舞爪的小妖精, 我若敢官宣, 他们不得活吞了我。 怕怕, 我是公关部经理, 平日里忙着处理公司的内外矛盾, 见其沉的时间也挺多的。 只不过, 他闹那么一出后, 我就有意减少了与他碰面的时间。 万一被逮, 我可不好找借口给自己洗白。 傍晚下班我都是特意与他错开时间的, 等我到家时, 他已经在厨房里当家庭主夫了。 荣荣老婆, 你今天晚了十二分钟。 他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挺委屈地控诉我, 害我少见了你十二分钟。 我,就想问, 这还是公司里冷峻严厉的总裁大人吗? 我不得避开同事们吗? 我已在厨房门口和他聊天, 想到早上他故意掉马的事, 脑仁儿都生疼, 你怎么还把红本本随身携带着? 那一调, 也不知道粉碎了多少小妖精的心。 今天公关部的小妖精们忙着讨论新进的总裁夫人, 都没心思工作了。 嗯, 荣荣老婆吃醋了, 这人的关注点却很特别, 眼眸亮晶晶地看着我, 谁敢给你气瘦, 你就开除谁。 我是那个意思吗? 甚为无奈地看着他, 他就冲我笑, 要不行, 我来帮你出气。 别借他要是再露马脚, 结婚的事就藏不住了。 荣荣, 其辰却不甘心地看着我, 试图争取, 我就是想和你光明正大的秀恩爱吗? 嗯, 我善笑着跑去洗手了, 没敢答话, 他在背后高高兴兴地喊, 吃醋就记得告诉我哦。 老公保证好好表现, 我一个亮呛, 差点就当场摔给他看。 虽然我心里是对那些 寄予我老公的小妖精挺不爽的, 但是这种事怎么能告诉他? 可不敢再闹腾, 人事部给我安排了个新助理。 应届毕业生, 小奶狗, 姐姐前姐姐后的, 嘴甜人又勤快, 很招人喜欢。 那些女妖精的眼睛 很快就盯上了这块小鲜肉。 荣姐, 叫小助理帮下忙呗。 荣姐, 上次我发你的资料我找不着了, 让小助理帮忙找给我吧。 荣姐, 小助理, 她家住何方, 可曾婚配啊。 众女笑嘻嘻的, 几句话就把小助理弄了个满脸通红, 我哭笑不得地骂过去, 一个个都想什么呢? 老实工作去。 哎, 没有奶狗弟弟喊姐姐, 工作都没精神啊。 众女均是暧昧地看着小助理, 小助理像掉进了盘丝洞似的, 可怜又无助地看着我。 荣姐, 我感觉有点不太好, 一众女妖精笑得花枝乱颤, 弟弟, 哪不好, 姐姐帮你看看啊。 就是, 摸骨还是看手机, 我们都会。 女妖精们笑吟吟的, 而可怜的小助理满脸通红, 落荒而逃。 众女又是一阵笑。 我笑骂道, 去去去, 都思春了是不是? 赶紧各干各地活, 别吓着人家小助理了。 女流氓的名声传出去, 可就没人敢来公关部了。 不过小助理干活, 真的挺利索。 跟那些姐姐们很快也熟人起来, 在打去时能红着脸应对几句, 不至于落荒而逃。 我看他人挺聪明, 对公关业务掌握得很快, 也有意培养他。 只是这事不知怎滴就传到了齐尘尔里。 他借着公事名头将我喊到了总裁室, 进门就将我堵在了沙发上, 荣荣, 你喜欢他? 谁? 我被问得一头雾水, 他却咬牙切齿地狠狠吻下来, 公关部的那个小奶狗。 什么跟什么呀? 我试图解释, 但吻却如排山倒海般涌过来, 逼得我只能迎接暴风雨的洗礼, 而无力解释。 不过, 他这是吃小奶狗的醋了吗? 风挺雨歇, 我板着脸起身就要走, 他急忙拉住了我, 老婆, 我错了。 哼, 你哪里会错? 他吃错我挺高兴的, 但他不听我解释就让人恼火了。 这只是个小奶狗而已, 若是遇到其他重大事情, 他不分青红皂白就责怪我, 那还得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他抱住我, 神色低落, 我就是害怕你会和别人好。 齐晨, 我是你的妻, 你应该相信我。 我无奈地看着他, 这人明明样样都比我更优秀, 怎低, 他反倒比我更没有自信心。 隐婚应该更利于他才对。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身边有其他男人。 他堵着气, 我只能顺毛安抚他, 刚好小助理送文件过来, 我只能赶紧退出其辰的怀抱, 然后就见他沉了脸。 小助理刚进来, 人就甩脸子了, 你们经理没教你, 总裁是不允许随意进出。 很好, 这人是连我一起 小助理尴尬又无助地看向我, 结果吃醋中的某总裁 更加来劲了, 你看他干什么? 小助理尴尬又无助地看向我, 结果吃醋中的某总裁 更加来劲了, 你看他干什么? 人是招你进来的时候 没说规矩。 有, 有, 既然有, 那还不赶紧出去。 齐晨面色严厉, 凶巴巴的样子, 吓得小助理都快哭了, 将文件将我手里一塞, 盲不迭地跑了。 我满脸无奈, 闻闻这酸味, 至少得万年老陈醋吧。 出了总裁室, 就见小助理还乖乖地 站在绿植后面等我, 看见我就红了眼圈, 容姐, 总裁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我, 我明明什么也没做错, 大概他刚刚心情不好, 我叹了生气, 这事好像是我惹起来的, 但我好像又很无辜, 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小助理才好。 而且, 齐晨好像也没什么大错, 三人都没错, 但偏偏谁都不高兴。 小助理委屈得不行, 但终究什么都没再说。 职场也就是这样。 公关部依然忙得很, 各种通告出不停, 公司内部的繁琐是也要管一管, 没个消停的时候。 等我从业务部当完合适老回来, 小助理就红着眼眶找到了我。 容姐, 我被派去分公司了。 小助理眼底泪光闪烁, 但倔强地咬着唇, 显得很是隐忍。 我愣了愣, 人事部的调令。 嗯, 刚刚来的。 他把消息给我看, 还显得有几分青涩的脸庞上陷了担忧, 是觉得我工作不努力吗? 不能吧。 小助理干活还挺勤快的, 但调令来都来了, 我也只好安慰他, 兴许是派你去分公司历练, 你好好干。 做出成绩后, 一样会调回总公司。 小助理脸上一听, 脸上的惆怅瞬间被热血给取代了, 笑着重重点头, 我会的。 我只能抱之以微笑。 有的人喜欢分公司, 因为竞争没那么激烈, 有的就喜欢逆流而上的总公司。 全凭喜好吧。 晚上回家, 其晨依然在厨房里忙活着。 我上前还住他的腰, 脸颊轻轻地贴在他背脊上, 还在气头上。 他背脊一僵, 就听得他浅叹了声, 哪舍得生你的气? 倒是你, 今天心情怎么样? 我不应该冲你发那么大的火, 我道歉。 他转过身来拥住我, 眼底满是歉意, 我摇摇头, 我还好, 就是小助理被调去分公司了。 嗯, 人事部速度挺快的嘛。 其晨毫不意外地接了句话, 把我给听愣了, 所以说, 是你吓得掉令。 他无辜地点点头, 末了又委屈道, 我都没有和你一起工作过, 其他男人休想。 我, 严重怀疑, 我是找了个醋坛子。 要不, 老婆我把你调到总裁办来吧, 这样, 咱俩就可以朝夕相处了。 他眼睛急眨, 就冒了个新主意出来, 我听得连连摇头, 那岂不是变相的官宣关系? 可是官宣有什么不好? 他垂眸看我, 眸光里带着委屈, 我干笑, 我老公这么优秀, 小妖精跟我抢你怎么办? 当真, 必须当真, 我就是怕他们会下黑手。 我起点脚, 主动送上甜甜的吻, 老公, 我也会害怕和吃醋的。 齐晨帅气又多金, 人还深情。 这样的男人要是放出去, 绝对会叫女妖精们疯狂的。 我赌不起, 齐晨没再说让我调到总裁办的事。 我也不提。 公司里依然在猜测谁才是总裁夫人, 甚至有人下了赌注, 但没有人猜到我头上来。 我也乐得清静, 每天只管忙工作就好。 但是, 没想到婆婆来了。 我跟着齐晨回老宅见过公婆几次, 但平常不在一起住, 其实也不太熟。 她保养得宜, 五十来岁的年纪, 看起来只有三十多的模样, 优雅地坐在会客室里打量我。 我尽可能地保持着笑脸, 婆婆, 应该我去看您的。 我知道你们小年轻忙, 喜欢二人世界。 婆婆端着笑, 看起来挺和蔼的。 我来, 就是看看你和阿晨, 你们俩结婚也有段时间了。 想好什么时候要孩子了吗? 原来是催生的。 我红着脸摇头, 把皮球甩给了齐晨, 我听阿晨的安排来。 你呀, 平时也拿点主见, 别总她的意见。 婆婆虽然如是说着, 但脸上的笑容明显浓郁了几分, 你跟着我去见阿晨, 我找她说道。 嗯, 我能拒绝吗? 我顶着同事们的好奇眼神, 只能亿不亿趋地跟在婆婆身边。 这下完了呗, 该怎么解释我和她之间的关系? 齐晨倒是很干脆。 现在公司正在快速发展阶段, 而且我和荣荣意见一致, 顺其自然就好。 婆婆不满, 那得顺到什么时候? 关键是, 就算我不想顺, 那我也不能想生就生吧。 齐晨朝我安抚地眨眨眼, 嘴里则不紧不慢地应对着, 我和荣荣都没有刻意避孕, 老天爷什么时候送子, 我们就什么时候要。 这还差不多。 一听我们没有刻意避孕, 婆婆瞬间就满意地露了笑脸。 她扭头非要带我去逛街买东西, 但我着实不想引起同事们的怀疑, 很果断地拒绝了。 然后她赚了笔账给我, 笑咪咪地说道, 缺什么就买什么, 妈有钱。 哎, 谢谢妈。 我感动地笑了笑, 婆婆这么开明, 着实让我松了口气。 齐晨还要忙着开会, 我送婆婆下去。 一路上, 我都提心吊胆的, 幸亏没遇到嘴碎的同事 跟我们搭枪说话。 但我刚回到公关部, 有不花之称的安月月就过来了, 打量我的眼神里隐隐带着敌意。 苏经理, 你怎么和齐总的母亲相熟? 打过几次交道, 这话也不算说谎, 我脸色淡淡地看着安月月, 不好好工作, 瞎打听什么。 就算她书是董事会的人, 也要守规矩。 啊, 问问都不行。 安月月围着我转了两圈, 呼救阴阳怪气地笑道, 苏经理, 你该不会想走捷径吧? 这个女人,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她猜到 我和齐家的关系了呢。 什么捷径? 我故作不懂, 奇怪地看着她, 安月月, 你成天都在瞎琢磨什么? 她瞪我, 你装什么无辜? 天天就你往总才是跑得最勤快, 你还敢说你没有勾引齐总。 天地良心, 明明就是齐晨天天打电话, 想用美色引诱我。 我果断摇头, 她都有夫人了。 那又怎么样? 大概是从我身上 套不出什么话来, 安月月别开脸冷哼了声, 所有人都知道她结婚了, 但是所有人也不知道她人是谁, 那就说明她夫人上部的台面。 一个上部的台面的女人, 有何惧? 嗯, 我看着安月月信心满满的样, 挺想告诉她, 上部的台面的女人就在她眼前。 而且, 我猜得也没错, 就算齐晨表态结婚了, 依然有大把的女妖精想勾引她。 晚上我跟齐晨说了安月月的事, 她挑挑眉, 安懂得侄女, 她要不懂事, 你直接开除便是, 老公帮你顶锅。 开除一个安月月, 还有很多个安月月前夫后继, 我有点郁闷地掐她的腰, 都怪这人魅力太大了, 身为她的夫人, 我简直压力山大。 齐晨们哼了声, 眼睛里燃起小火花, 眼神灼灼盯着我, 荣荣, 要不然咱俩生个宝宝, 坐稳你齐夫人的位置好不好。 母瓶子贵? 嗯。 她心不在焉地硬着, 智力在我身上四处点头, 我哭笑不得地拍她的手, 继承你皇位吗? 最喜欢的事情被打断了, 她抬头委屈看我, 可以继承总裁位置。 我瞪她, 那你也不想想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你总不能割了我吧? 她故作惊恐地看我, 我没好气地笑骂, 能不能正经点? 老婆, 我还怕你会不要我呢? 她又凑过来, 眼眸亮晶晶地看着我, 要不然今晚就官宣怎么样? 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夫, 就没人敢打我的主意了。 笑话, 那会招来无数虎视眈眈的女妖精好吗? 我想也没想地摇头。 她有点失落, 性性地卯足了劲儿在我身上为所为欲, 让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我被折腾得昏昏沉沉的, 也很无奈好吧, 哪敢将她放出去。 我没声张, 其辰也默认了我的行为, 但是那些能找着机会去总裁室的女人, 突然就多了起来。 然后我还被拉了群。 群名很骚气, 攻陷总裁大人的第九十九天映入眼帘, 我感觉簇记刷得下就窜起来了。 那天, 齐晨都故意调出红本本了, 他们怎么还不死心地想要上位? 难道安月月之流成了主流想法? 群里每天很热闹, 哪个部门的谁今天去了总裁室几次, 谁给总裁端茶倒水, 总裁对她笑了, 都清清楚楚。 我在其中, 每天都像抓奸的正事, 推勤快地刷着群消息。 然后就看见安月月 申请高去总裁办了。 那边离总裁是近, 而且负责的工作 与总裁息息相关, 她一调, 不少人都起了调岗的心思。 我感觉我酸成了柠檬精。 老公扎眼就抢手, 对那些女妖精 简直防不胜防。 但是群里很快有了新消息。 总裁办的职位已经满了, 不再接受调岗行为, 所有去总裁办的申请书都黄了。 我看得按理笑。 职位当然有, 但齐晨的拒绝深得我意。 正想着, 齐晨的电话打了过来, 跟我撒娇控诉, 容容老婆, 好些女妖精想来总裁办, 把我都吓着了, 今天中午要你陪我吃饭才能好。 这人, 就喜欢跟我耍赖。 我笑着摇头, 中午食堂那么多人, 不方便。 那你来总裁室, 我点外卖。 那, 容容老婆你在拒绝你最亲爱的老公, 信不信你老公现在就去官宣? 嗯, 好吧, 这个威胁成功地让我怂了。 总裁室没人随意乱闯, 我也就安心地跟他吃着饭, 但他突然说道, 容容, 想去哪里玩? 嗯,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 公司准备搞个团建, 国内地点随便选。 身为公司总裁, 齐晨还是挺大方的。 我说了一直想去而没时间, 去的海滨城市, 他直接就给秘书打了电话, 吩咐买机票。 这次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陪着你旅游了。 挂断电话, 齐晨就满面笑意地给我夹菜, 老婆, 咱俩单飞好不好? 我直接就摇了头。 真单飞了, 岂不就是告诉同事们, 我和总裁有猫腻。 老婆, 你好狠的心, 都不管我。 他又来了, 悲伤着脸, 委委屈屈地控诉, 弄得我都哭笑不得, 让我缓缓, 缓缓成吗? 关系肯定是要公开的。 但我真的还没有做好面对那些女妖精的心理准备。 我说不起。 荣荣, 你也应该相信我。 她忽而抬眸, 神色认真的看着我, 我知道外面的诱惑很多, 但是我不会让你输的。 我愣了愣, 事情的根源在于她的心。 她若爱我, 就是神仙姐姐来了我和她依然是恩爱夫妻, 反之则不然。 或许, 我是该考虑放开心怀, 勇敢面对了。 团建如期举行。 我们这一队带的是公司高管和精英骨干, 前往海滨小城。 七月流火, 正是河玩水避暑。 头等舱那边座位有限, 我便主动请英和公关部的同事们一起坐经济舱。 反正四处都是公司同事, 坐哪都没什么区别。 哟, 你怎么不把握机会? 安月月坐在过道旁, 与我相邻, 阴阳怪气地搭了枪, 我淡淡撇她, 你可以去试试机会。 她不高兴地弯我。 也是, 她参与我们这一对团建的机会都是靠她叔叔得到的, 哪有机会去头等舱。 成天正式不做, 就知道觊觎别人的男人。 说不定可以见到总裁夫人。 我身边的男同事见气氛不对, 赶紧岔开话题笑道, 那么神秘, 引得大家都好奇得很。 有什么好奇的? 还不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 安月月一句呛了上来, 男同事被说得一阵尴尬, 善善地摸着鼻子不说话了。 我懒得搭理安月月那个神经病, 转而低声和男同事说起工作上的事情来, 却没注意到安月月忽然眼睛发亮地看向走廊尽头。 直到身边照了大片阴影时, 我才后知后觉地抬头, 然后就看见了似笑非笑的齐尘。 苏经理不愧是楷模, 团建都不忘记谈工作。 他不紧不慢地开口, 似笑非笑的语调听不出喜怒来, 我没来由地心虚了下, 扬起笑脸回他, 只是些不重要的小事情而已。 这人该不会又吃醋了吧? 哦,苏经理如此敬业, 该要好好奖励苏经理才对。 他半眯着眼看看我, 忽然就蹲下了身, 苏经理, 你忙得鞋带都松了, 也不知道。 我? 低头看看完好的鞋带, 再看看四周设来的不善眼神, 我人都骂了。 这人是故意给我昭黑啊。 齐晨倒是优雅帅气地 给我系了个蝴蝶结。 他抬眼朝我笑, 我下意识地回了个笑容, 然后就漠然感觉到 小腿被不轻不重地掐了下。 啊! 抖然而来的刺激 吓得我惊叫出声, 引得周围人都奇怪地 朝我看了过来。 齐晨还关切地看着我, 苏经理, 你怎么了? 我想瞪他, 但在大庭广众之下, 又只能硬生生地露出个笑脸来, 没事, 腿抽抽了下。 这人居然趁人不注意, 悄悄捏我。 要不还是坐头等仓。 齐晨笑得甚为和蔼关切, 苏经理可是公司的大功臣, 李当受到照顾。 我呵呵笑, 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提议。 哼, 他就是罪魁祸首。 都休假了, 你们也就放松地好好享受假期。 齐晨不着痕迹地朝我眨眨眼, 我知道他是让我去找他, 但没等我摇头, 他就挑了眉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得, 这人又想拿官宣说事了。 他在经济舱转了一圈就走了, 安月月都咬牙切齿了。 苏蓉, 你居然当众勾引齐总,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他了? 你要喜欢, 你现在去追他啊。 我没好气地对了回去, 我在齐晨面前是挺耸的, 但不代表我会耸安月月。 安月月一脸怒涩, 我痴笑起身, 你不去找他, 我可就去找了, 到时候你别叽叽歪歪地哭鼻子。 就你, 齐总眼瞎了才会看上你。 他满脸的鄙夷轻蔑, 我也懒得跟他解释什么经过来往。 谁叫齐晨就是眼瞎呢? 我跑去齐晨的雅坐, 一直到快下飞机时才回经济舱, 安月月眼睛都绿了, 你真去了。 当然, 齐总可热情了, 一直留我到现在。 我半真半假地说着, 看他鄙夷里带着不信的模样, 我就勾了勾唇, 气定神闲地等着下飞机。 我都告诉他实情了, 是他自己不信的。 下飞机到酒店, 我和安月月分到同间房。 行李刚放好, 齐晨就一个电话迫不及待地将我叫到了他房里, 也就是在走廊尽头。 进门, 他就将我堵在了门板上, 荣荣, 我要跟你一间房。 乖, 休假回去, 我俩天天一间房。 他的稳如疾风咒语, 我只能边躲边安抚他, 他眼里闪了受伤神色, 你还不相信我? 真没有。 我只是觉得公布得太突然而已。 他也不说话了, 发了很试地吻我, 直至焰足了才放我离开。 我脑子晕乎地回了房间, 安月月正坐在床上摆弄衣服, 见我回来就机械地扬了眉。 看那样子似乎想对我, 但忽然又眼神奇怪地盯着我的唇, 你见谁去了? 肯定是唇被齐晨亲肿了。 我洋装不知, 淡定到, 却尝了点特色美食。 有那么辣吗? 他狐疑地盯着我, 我耸耸肩也开始收拾东西, 谁知道呢? 反正挺好吃的。 既然他脑补我唇是被辣肿的, 那正合我意。 安月月没证据, 只能闭嘴。 但是吃晚餐时, 我和齐晨一桌, 他又故意给我包了下, 苏经理, 多吃点。 我兴兴地, 勉强露了个笑脸, 表示对他的感谢。 他都这样迫不及待了吗? 安月月舔着笑脸, 也想讨虾, 但被齐晨的冷脸弄了一鼻子灰。 他落座就满怀怨气地, 拼命拿小眼神弯我。 我不客气地瞪了回去, 不给他包瞎的是齐晨, 关我什么事。 饭后, 齐晨又说约我出去走走, 弄得所有人看我俩的眼神都暖昧起来, 他还故意补刀。 苏经理不会是想拒绝我的邀请吧? 得, 他是总裁他有理。 我顶着暧昧眼神, 和齐晨转到深夜才回来, 他还依依不舍地表示 晚上让我去他房间睡觉。 我直接送了他个大白眼。 这人的心思我太清楚了, 我要去他那, 我明天别想爬起来。 他却笑了, 不来。 行啊, 那我去找你。 行, 他够狠。 他要跑去我房间找我, 安月月非得当场跟我撒泼疯抢男人不可。 得了我的承诺, 他心满意足地回房间去了。 而我刚推开房间门, 一句阴阳怪气的话就砸脸上了。 苏蓉,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我皱了眉, 我真应该跟齐晨建议, 再开一间房的。 否则天天跟这个玩意儿同处一室, 好好的团建休假都能变成地狱之行。 我的事, 你少管。 我拿起行李离开, 他冲着我背后冷笑, 怎么, 这是不要脸的, 想跟齐总共度凉消。 这个女人。 我顿了步, 回头冲他笑得欢, 呀, 居然被你猜中了, 你不会告密吧? 他不是喜欢极度吗? 那就让他彻底变成酸黄瓜好了。 但是他不信, 明明极度地要死, 但偏偏又愤恨地瞪我, 就你也敢肖想齐总。 我呸, 那你等着看好了, 看我能不能爬上齐总的床。 我甩下句话, 昂着头走人。 哼, 八块腹肌我都已经摸遍了, 他疯狂极度又有什么用? 安月月果然跟着我出门了。 我没傻到当着她的面去敲齐尘的门, 而是另外定了肩房, 但这个蠢货居然挑衅我。 我的房间就在齐尘对门, 我二话不说敲响了她的门。 她见着我时还满面喜悦, 但撇到跟在一旁的安月月, 顿时就皱了眉头, 有事? 对, 我们有事找您。 我仰起甜蜜蜜的笑, 点脚就在她唇上 重重巴唧了下, 齐尘一脸地惊讶, 而我扭头看着同样呆住的安月月, 冲她笑得挑衅, 我就是这样勾引齐总的, 你有本事你也上啊。 安月月的脸都绿了, 而我身边人漠然轻笑了声, 抱着胸椅在门边, 由着我闹腾, 还滴滴说道, 老婆发促劲了, 我哼哼瞪她, 那张连长的祸国殃民, 一天天地不知道给我招惹了多少情敌, 难道我还不能吃个醋? 你随意。 她做讨饶状, 表示全力配合我的演出, 而我和她声音压得低, 三不开外的安月月只看见我们说话了, 却不知道我们说的什么。 当即不服气地上前两步, 田笑道, 齐总, 苏蓉能做的我全都能做, 你也考虑考虑我呗。 不考虑, 齐尘脸上的笑意一收, 面若寒霜, 我都冻得一击灵。 首当齐冲的安月月更是脸色都白了, 但还是不死心地说道, 我叔叔是, 若不是看在你叔叔的面子上, 你也能来团建。 齐尘皱了眉, 单手插兜, 面色冷俊, 少管闲适, 不然你就滚。 安月月面子上挂不住, 挖得声哭了。 哭着哭着又怒瞪我, 那她要什么没什么, 凭什么能得您的青睐? 她根本就不配, 配不配, 你说了算。 齐尘眼神明显不耐烦起来, 而我当即拾去的退后几步, 闪进了我房里。 安月月也没了再问下去的勇气, 哭着跑回房了。 还不过来, 那边房门刚关上, 齐尘就眼睛亮晶晶地看向我, 容容老婆, 你竟然想出这么个主意甩托她, 干得漂亮。 呃, 她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实在是安月月饭见, 才气得我来找齐尘的。 关我麻事。 不抱着老婆, 我睡不着。 她理由还挺多的, 而我瞅瞅空无一人的走廊, 才做贼似的赶紧溜进了她房间里。 刚进门她就搂了我入怀, 如获至宝, 老婆, 我好想你。 这人, 明明整个飞行途中, 她都和我腻歪好吗? 想到她掐我腿的事, 我忍不住信心说道, 你故意在同事面前搞小动作是不是? 吃饭给我夹菜, 出门游玩单独约我, 鬼才信没有猫腻。 谁叫你不敢官宣的? 她哼哼唧唧地, 那我只能换个花样秀恩爱了。 我无奈瞪她, 但见她可怜巴巴地拉着我衣袖撒娇, 我又忍不住心软了, 秀就秀吧, 反正是自家的男人, 咱有底气, 一夜不得好眠。 清晨, 我想趁着人少时偷偷摸摸回房, 却没想到门刚打开, 就碰到了蹲在门口的安月月。 四目相对, 我和她都愣了。 那个, 我说我是来给齐总请早安的, 你信吗? 我强行掰扯了个理由, 没想到她还认真的点了头, 不然呢? 你还以为你真能陪着齐总共度粮消? 她反正就是不肯相信事实, 我也拿她没辙。 齐总还没起床, 就是趁着齐晨还在熟睡, 我才能偷溜成功, 撂下话我便准备回房, 但安月月却拦住了我。 苏蓉, 我要和你公平竞争? 嗯, 我挑眉, 似笑非笑地打量了下明显熬夜等待的安月月, 各凭手段不相吗? 我都已经得到齐晨了, 为什么还要和她公平竞争? 你不敢? 她眼神又冷又烈, 血量如刀子, 苏蓉, 你只会玩小花招吗? 激将法, 我轻喝了声, 若我不是齐晨的气, 我可能会中招, 但现在, 哪个女人都没有资格和我说要抢齐晨。 爱情是人人都可以幻想, 但已婚男人不是他们能碰的菜。 安月月没否认, 我淡淡地看着她, 如果你能哄得齐总对你展颜欢笑时, 你再来挑衅我不迟。 齐晨都不带正眼看她的, 她也有资格下站输。 我说完就回了房间, 安月月在门外纠缠不休地闹腾了好大会儿, 见我实在不搭理她, 这才愤然离开。 很快, 公司群里就传起了我和齐晨的风言风语, 大多都是骂我明知道齐晨有老婆, 却还舔着脸勾引她的言论, 出自谁之手, 可想而知。 我看得好笑, 且不说我真是齐晨的气, 就说明知道她有老婆, 却想勾引她的人, 可不是我吧? 那个工县总裁的群, 安月月在里头, 可是活跃大佬。 那些女人, 哪个不想勾引齐晨? 我听完风言风语, 转手就在群里发了消息, 谁再敢乱传, 我就把群消息截图公布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群里说话。 那些觊觎齐晨, 却想立排方的女人, 还想爬到我头上来撒野。 门都没有。 这么一震慑, 流言蜚语很快就止住了。 但是群也很快成了死群, 没人再在群里边说话, 与我要好的姐妹将我小号拉进另个群里, 才知道她们依然贼心不死, 换了地方继续一边骂我, 一边商量怎么勾引齐晨。 我真是呵呵了。 这群女妖精骂我的时候, 脸皮就不扫得慌吗? 难道她们不是在勾引有妇之夫? 白天阳光甚烈, 都躲在房里玩, 也没人出门。 齐晨就缠着我, 亲亲抱抱举高高。 到傍晚时, 团建群里才发消息, 邀请大家出门游泳吃烧烤, 开启快乐的盛夏活动。 我回房换了件吊带款式的泳装, 看得齐晨不服气地围着我打转转, 换换换。 太暴露了。 我无语, 都快成T恤了好吗? 最终换了件连体泳衣, 她才勉强满意, 这还像点话。 我只能送她个大白眼。 去去她休闲T恤下的八块腹肌, 我哼哼两声, 那你也不许录给别人看。 腹肌是我的, 这个男人也是我的。 我不下水。 许是见我吃醋, 她顿时笑开了眉眼, 在我唇角偷香, 腹肌永远都只给老婆看。 这还差不多。 我想想, 跑回房换了正常装束, 笑眯眯地挽住她胳膊, 那我陪着老公。 哎, 她一下子喜笑颜开, 满眼的宠溺, 叫人沉醉其中。 但是, 到房外我就放开了她的手。 荣荣老婆, 她软着嗓子撒娇唤我, 听得我心尖都酥了, 但还是硬着心肠拒绝了她。 独处时甜蜜就好, 外人面前别棉糊。 同事们已经到了沙滩上, 不少人已经下水, 玩得不亦乐乎, 有相熟的同事喊我下水玩, 我都婉拒了。 只是我安静地捣过烤串时, 其晨却黏黏乎乎地凑过来了。 有烤好的, 她也主动先递给我吃。 我被辣椒熏到了眼睛, 她紧张地就差打急救电话了, 围着我忙前忙后, 意图再明显不过。 有同事办事试探, 办事打趣地问道, 苏蓉, 你和其总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我扮着茫然装无辜, 同事看看我, 压着声音语重心长地说道, 她可是有负之负。 我配合点头, 甘笑两声也不说话。 就想问, 我能怎么办? 明面上她是总裁, 我没有跟她对着干的道理, 暗地里她会撒娇会卖萌, 会软着嗓说威胁我的话, 简直样样都把我吃得死死的。 我只能乖乖听她的话。 一番沙滩之旅玩下来, 旁人爽不爽我不知道, 反正我挺不爽的。 暧昧眼神简直包围了我, 偏偏其成还面色淡然地 被簇拥在人群中间, 反跟没事人似的。 留下我在后头纠结的脑子都发痒了。 宣还是不宣呢? 13, 去KTV唱歌吧。 出来团建就是为了玩的, 很快活动策划小组 又给出了新建议。 众人自视没意见。 我和一众高管 还有其成在同个包厢。 苏经理, 大家都还没有听过你的歌喉呢, 来来来, 第一曲你先打个榜。 同事们热情地把话筒传到了我手里, 我欣然接过, 我当年可是卖爸, 大家都听好了。 唱歌嘛, 我的拿手好戏。 但点曲的同事像跟我作对似的, 竟然弄了个情歌对唱。 而话筒却在另一个高管男同事的手上。 我当时人就妈了, 不着痕迹地瞟向其辰, 却见他已经起了身拿过话筒, 情歌吗? 那就只能和我唱。 喧闹的包厢陡然寂静下来, 同事们面面相去。 我也愣住了。 他这样说, 是想干什么? 我知道你们都在猜测总裁夫人是谁, 我告诉你们, 结婚证上的另个名字叫苏蓉。 就在我错愕时, 其辰已然大大方方地开口, 她就是总裁夫人。 说话间, 她也眸色温柔地望向了我。 我脑瓜子嗡嗡地, 只能勉强露了笑脸配合她的官宣, 而同事们多惊了。 愣了半秒后就立即热烈鼓掌, 恭喜声络绎不绝。 我笑得脸皮都快僵了, 勉强唱了手情歌就下台了。 角落里, 我生气地瞪着其辰, 你怎么都不和我商量, 就贸然官宣了。 着实吓了我一跳好吗? 她却比我还委屈, 我要是再不公布, 就该有人向你告白了。 什么告白? 你不要故意岔开话题。 哼, 男人群也很多的, 他们个个都垂涎着你的美色, 计划在团建时就向你出击告白。 齐晨说着说着, 忍不定地亲了我一下, 咕弄道, 我也有小号。 这人, 他还天天闲得混群是吧? 老婆, 你可是咱们公司的高领之花, 好多人都想追求你, 你不能让我干着急吧? 他拉着我的衣袖, 委屈得像是要遭抛弃可怜小孩。 我看着看着, 心尖无端就软了。 罢了罢了, 既然说都说了, 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吧, 反正迟早要有这一遭的。 老婆真好, 我神色刚软化下来, 这人就嬉皮笑脸地凑上来了。 我哭笑不得地瞪他, 谁叫我看不得他受委屈呢? 男人也要安全感的吗? 既然他已经官宣, 那我还能拿他怎么办? 官宣后, 其尘就光明正大的搬到了我房里, 我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地游着他。 只是偶然碰到安月月, 他人都念了, 一副三观崩碎, 怀疑世界的样, 其总怎么会看上你? 你又不是他, 你怎知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对了回去, 谁看上谁, 那是彼此说了算, 旁人都无权智慧。 他傻傻看我, 依然不肯相信事实。 我也懒得和他多说。 关系都已经公布了, 我和齐晨也开始同进同处。 他过上了理想中的秀恩爱生活, 我也开始学着淡定地 无视掉那些或嫉妒或不屑的眼神。 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 与旁人无关。 团建休假很快乐, 有老公光明正大的陪着, 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拉着齐晨高高兴兴地将小城玩了个遍。 他也乐意每天陪着我瞎转悠。 直到回城的飞机上, 用餐时一阵奇怪的气味飘上来, 我没忍住吐了。 齐晨慌得不行, 各种体贴照顾, 而我缓过静后再想用餐, 但是又华丽丽地吐了个天翻地覆。 旁边有惊艳的同事怀疑起来, 这是怀上了吧? 啥? 我怀上了? 我和齐晨大眼瞪小眼, 眼睛里有着藏不住的喜悦。 下飞机后, 他带着我直奔医院, 孕检结果很快出来, 我的确怀孕有两个月了。 老婆, 我们要有小宝宝了。 齐晨兴奋地就差手舞足蹈, 我则笑着点头。 我和齐晨有爱情结晶了。 消息传到公司里, 铺天盖地的祝福顿时蜂拥而来, 把总裁大人高兴得手一会, 直接就在公司群里广发红包雨, 普天同庆。 我看着他笑到嘴都合不拢的高兴模样, 也跟着高高翘起了唇角。 隐婚的确是种保护措施, 但若可以, 公开的爱情才能光明正大的站在彼此身边, 幸福对视。